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如何採用NDI的方式 將你的智慧手機 iPhone啊或者是這個 安卓手機啊 變成是一個攝影機給OPS上面使用 其實我在我的頻道很少提到NDI 主要原因是因為NDI這個東西 他雖然在這個Windows Mac這邊啊 使用是不用錢的 可是在這種Standalone的這種設備 比如像手機啊 或者是視訊轉換器上面 那個NDI的授權費是非常貴的 比如說以iPhone為例啊 他的App不是免費的 他每個月都要繳一個訂閱的費用 訂閱的費用大概就是20塊美金 這個價錢啊非常的高 而且也不一定要使用這個NDI方式 才能讓這個iPhone變成這個攝影機啊 那你以那個Standalone的那種設備來說 比如像那個圓展有一支攝影機 叫P310那支攝影機 他的NDI授權費是多少錢 是299塊美金 所以NDI啊他是要費用的 所以我不太喜歡介紹 直到最近有個網友啊在line上面詢問我說 可不可以教這個NDI在OBS上面的教學 事實上我不太想教啊 第一個NDI是非常非常的簡單啊 再也就是說如果我教他會花我的時間成本 我又不可能跟他說很貴的費用 但是對我來講不划算啊 通常我都會有一個推托支持啊 我就說NDI我不熟啦 還有就是會花費我的時間啊 結果那位網友非常有意思的 他竟然把第一句話當真說 哈原來是因為我對NDI不熟悉 所以說我才不敢教他 他應該誤會了吧 所以我才今天發表這個影片說 好吧你既然要搞NDI 那我就弄給你看吧 證明說我不是你說的那個不熟悉的 只是因為有很多的原因 不太想教NDI 那麼我首先要先跟大家介紹說 如何將你的iPhone手機變成一個NDI 我除了用無線的方式之外 我還會用有線的方式來實現 同理可證啊 我也會用安卓手機 安卓手機啊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或者是有線的攝影機 好啦我們先介紹iPhone吧 iPhone先用無線的攝影機來做一個實驗吧 你想到NDI一定要下載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OBSNDI 去去Google搜尋OBSNDI 第二個啊你就是去搜尋這個NDI4TOUR 去Google去搜尋 你就把它安裝到你的電腦的PC這樣子 這個要安裝好 好再來呢 在iPhone上面安裝什么的APP呢 請你安裝這一個 這個APP叫做OBS Camera 這個OBS Camera打開來之後 請你按這一個這個輪胎這邊 要選擇輸出 然後選擇這個NDI輸出就打勾這樣子 然後這個APP它的是 橫的跟束的都可以 這樣子就是橫的 那這樣就是束的都可以實現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iPhone手機 跟你的筆記電腦都要在同一個網域 通常啊我的筆記電腦會用有線網路連接 然後這個iPhone用無線連接到這個路由器 然後在電腦端的時候 請你那邊搜尋一個叫做 Virtual Output 因為你剛已經安裝的程式嗎 這個選擇 然後呢 這個你的這個內建這邊出現一個Virtual Output 這樣子好的 然後你OBS打開來 然後這邊記得添加一個叫做 NDI Source 這個NDI Source是來自於你安裝的那一個 所謂的OBS NDI 就這樣子 這時候啊請你打開你的手機APP叫做OBS 在打開之前 你要先確認要連接到這個路由器哦 打開來好這樣子 然後先確認他Output有沒有連接到NDI 有嘛對不對好 那我們就出去了 我們擺橫的吧 就這樣子 好這時候呢 你就到你的PC PC 你看啊這邊一個這個該這地方 因為你剛APP打開來 他就自動會抓到了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就是iPhone Camera for OBS 就看得到這一支攝影機的 就抓到了 確認看吧就是這樣子 你的iPhone手機啊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可是現在會有問題 就是說他這邊會出現一個這個浮水印 還有另外問題就是說 你使用無線的話 他會受到干擾 就是因為WiFi太多了嘛 所以你看會很會卡頓 那我現在介紹的是用有線的方式來連接 要怎麼讓你的iPhone手機連接有線的以太網路 我介紹我們公司產品叫做這個 Lightning Hub 還有這個USB的網路卡 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連接到你的iPhone 然後這邊要記得給電 這時候你的iPhone就可以這個吃有線的以太網路了 這個啊先給他充電 這邊插上去 然後這時候你會看到iPhone這邊有一個充電的符號 邊使用邊充電 這邊啊我們到他的控制台 控制台啊 你現在把這個無線網路先給關掉 先關掉無線網路 然後這時候他就出現一個以太網路這邊 去抓 我們再連接有線網路 那這有線網路是來自同一個路由器 把他接進來接進來 哦這時候你看到他的IP啊 就會出現192.168開頭的 好表示說啊這時候你的iPhone跟 這個都是同一個網域 好我們再打開剛才那個APP就是那個 OBS Camera這一支打開來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到電腦設定 記得要先打開剛才這邊 右下角這邊 因為這已經同一個網域了嗎 打開來 然後到OBS啊這邊再去新增這個NDI 去抓 好就抓到了 好這樣子 看我現在把這一個 調成橫的 就這樣子 你有發現一個很好玩的問題就是 你用有線的話 他的穩定度啊就好很多了 剛剛會卡頓像完全不會 我把它放大全螢幕吧 這樣子 你看 他很順的 他不會卡頓 這樣 很順 所以你你用NDI啊 你也可以用有線的方式 連接你的iPhone手機 那你看到這邊會有這個浮水印有沒有 這邊那沒辦法你要去付錢啊 來你看這邊有個 輪胎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黃色的地方按下去 他就會告訴你啊 目前一個月多少錢 因為我現在沒有連外網 所以你看不到 大概就是20塊美金啊 我是不會付這個錢的 同理啊 你的安卓手機也可以變成一個 NDI的攝影機 請你去下載一個APP啊 就是這一個 NDI Camera NDI Camera 你把它打開來 這樣子 這時候他的免費版本呢就是720P 720P是免費的 你看到這畫面其實就已經開始了 那 設定方面跟剛才的那個iPhone是一樣的 原來到底用你的滑鼠 到這邊去按一個叫做NDI這地方 我們看有沒有在抓到 有沒有抓到有嗎 NDI Camera 好那到OBS這邊啊再新增一個 NDI Source 去抓 抓這隻安卓手機的 我抓到了 確認你看抓到了吧 你看這時候你的安卓手機啊就 成功的當成是NDI攝影機 在電腦OBS上面使用 安卓手機變成NDI攝影機 在電腦OBS上面呈現 接下來我們要用有線的以太網路 來實現NDI攝影機 但是還是要聲明一下哦 並非所有的安卓手機 都可以走有線的以太網路 以實際測試為準這樣子 以我目前這一台三星手機來說 是可以走有線的以太網路的 跟剛剛一樣 要先將你的無線關掉 還有你的行動裝置給關掉 這樣子 然後準備一個 USB的Hub 然後加一個以太網路 把他連接進來 這時候到你的安卓這邊設定 這邊有個連接 然後這邊有個這個 打開來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一定要打開來 好 好這時候我們再打開那個APP 叫做NDI Camera 這個 然後會出現這個畫面 好 我們這時候再到電腦OBS去做設定 去選這一個 我們打開來看看 他有沒有抓到 有有抓到 好 我們再到OBS去按增加這個NDI 有沒有看到 有了吧 有了 這樣按確認 我現在的安卓手機 變成NDI的有線攝影機 在這個OBS上面呈現 你如果要變速屏你就把你的手機 轉成直了 這樣就是速屏了 然後在OBS上面做一些設定 就可以了 你看 我把安卓手機變成速屏 速屏的呈現 然後在電腦OBS做一些小小的設定 OBS也可以做速屏的這個直播啊 是不是很簡單 不管是有線無線啊 都可以讓你的手機變成一個NDI的攝影機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還是不是很強烈的推薦用這個NDI 因為NDI的APP是要付費用的 以剛剛iPhone為例啊 這個NDI他每個月的訂閱費用是20塊美金 那安卓手機雖然是不用訂閱 可是他只有720p 那你1080p 以上的話還是要付費用的 我建議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會比較好 而且啊用其他方式啊 還可以解決掉美顏的問題啊 還有重點就是如果你不美顏的話 那有些APP就是買段式的嘛 就用付一次的錢 然後呢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不用每個月付什麼訂閱費用啊 所以還有很多方法會比用NDI的方式 當攝影機來的好